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大家好 五分王全好 今天這場大概是凡恩打野的實戰解說 一開始就直接進距離來尻了一下對面色斐斯一波 因為這一本片片長有點長 所以我們就稍微撿了一下 開局的時候就已經先時間跳到2分鐘了 在下入這一波我們的輔助位是提米 這一個雙殺是絕對要拿到的 這麼近距離我們直接的散彈槍就直接給他開下去 你們說好不好 反正最強勢的就是他的大招 這近距離的施放 基本上只要被反正這樣給遇到 當然是直接死去也不用講 當然你這也是要夠肥到後期 那在於你的裝備成型呢 我覺得是出到可能皇冠那時候 那你皇冠其實你可以試自己的傷害 還有自己的習慣提早出 那這邊的話順利的帶掉了莉莉安之後 這一個拉子剛剛交了一個空拳 那是被我這個CAMERA抓個陣勺 好這邊的話我們就持續的來繼續農野吧 那我最近真的是蠻喜歡走打野這個位置 那剛剛這個散彈槍是開得有點不順手 大概有2.5128顆的子彈從旁邊飛出去 是沒有打到野怪的 那翻的大招其實CD也不會說太久啦 所以你在吃這個buff的時候 其實我是也會去用大招 大概就是15秒20秒這樣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快速的吃完一下這個野怪 那可以看到對方的瑟斐斯 偷偷摸摸在那邊想做壞壞的事情啊 那這邊他果然到中路去做壞壞的事情 我趕快靠過來 但是他進草叢囉 我這邊要稍微的拉掉一下 不然可能會被他打到 被打到的話這種瑟斐斯真的是後排殺手啊 那最近這個職業聯賽呢 其實也是慢慢的可以看到瑟斐斯的登場 雖然瑟斐斯沒有到很強勢 但是他一套抓射手的這一個威力還是相當強大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直接 哇我不小心按到了這個音量鍵喔 那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直接抓到對方的錦 狐狸逃走了 是這個可能上輩子有在燒香拜拜吧 然後香都是用那種最大的柱 一柱可以燒12小時的那一種 那一種 慢慢燒 然後燒得到今天的這個福報啊 好不好 好這我們持續的再來把這個野怪都給拿一拿 那反正在於前期來講的話呢 我個人認為你的攻速要起來一下會比較好 不是要起來一下 是要起來500下 這攻速多少少一定要把它疊起來 讓你的這個黃標呢 是持續的有機會打出來 黃標有辦法打出來 之後我們再做一個貼身的一波進攻喔 那這邊看到對方的瑟斐斯 我們這邊可是抱團集結啊 下一把再出目光之刃 那讓我們的攻速能夠再更大化一點 這邊偷偷摸摸的支撐前往 其實這樣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不良示範喔 你身為一個射手 然後知道對方是瑟斐斯打野你 不太能夠這麼的直接就 親門踏戶的走到對方的野區喔 那上路這邊的話 我們直接一個躲草 這一個力量 收頭 沒有 這邊有一個瑟斐斯 喔喔喔喔喔喔 這瑟斐斯 哇還是跳到我了 我這邊趕快拉掉 哇還有一個 拉茲我這一波 靠著我們提米成功的存活 下一隻扣 然後稍微的走位一下走位一下 近距離 OK這個近距離 直接尻在拉茲上面 還有一個堇 我這邊血量真的是有點慘喔 而且 對方這時候的 OK他們的 打野也是成功的葛屁喔 那我身上是有紅BUFF 我是想要找那個堇出來單挑一下 出來出來出來 好不好 已經發現你啦 發現他應該是回家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趕快來拿一下 這一個魔龍 我跟泳在那邊一起吃魔龍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他們兩個都很薄喔 如果瑟斐斯突然的想到想到 想到你知道嗎 突然突然走出來 我跟他們說 這兩個人啊 都直接那個 墓碑就直接立在那邊喔 直接被瑟斐斯抓去做這個消波塊啊 雙胞胎消波塊啊 他最近林地打野呢 也是慢慢的夯起來 是很多職業隊在用 然後一些高端場呢 也會把林地打野呢 當成一個首選 因為他不停的在草叢裡做一個連續的poke 然後再加上 這個熊貓 也太會抓了吧 不得不鼓勵一下 這個愛的鼓勵必須給他打下去了 他剛剛講到什麼 講到那個 這個是 講到林地打野 林地打野從草叢出來 直接兩下普攻再加上大招 可以疊滿三層喔 那這邊這一個 拉茲的走位實在是太不小心了 蕭波塊在那邊等著他啊 直接就讓他去當了 當好當滿 那這邊趕快我們來拿一下 這個藍buff 偷偷摸摸的 拿掉之後呢 看到瑟菲斯在中路 我們趕快一團人抱 抱團喔 那我呢 是直接看到這個井 好 失蹤人口再添一眉 井呢直接就是 直接蒸發啦 直接的蒸發好不好 沒什麼好說啊 這個好話不多說啊 這個 我們再來偷偷摸的 看一下對方野區喔 那盡量啦 我們這 這個比較薄皮的射手 我們還是要貼著 呃 跟著 提米一起走 跟著輔助一起走 會比較的 安全喔 那但是呢 如果呢 你看你對面打野 是屬於比較軟皮腳的話 基本上啊 我們也可以稍微走大膽一點 但是由於瑟菲斯 我們沒辦法一套秒他 但他有本事一套 你秒我們 所以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那基本上二技能 我們二技能丟下去 大招貼身 BOW 近距離散彈槍 直接打了他這個眼冒金星啦 這邊看到瑟菲斯的位置 我一個近距離的大招 收掉他的人頭之後 看到對方的這一個 OK再收掉一隻拉茲 此時此刻呢 我們的 生命法杖呢 也就這麼的丟出來了 那生命法杖丟出來之後 我的有龍骨又有生命法杖 我的吸血呢可是 Double Double的 魔攻物攻 照樣通通都來喔 完全不害羞的喔 好這上塔的兵線進來了 直接拆掉 都根計畫 成功實行的 拔掉了一座丁字戶喔 那下一個武器呢 我們就準備要出到皇冠了 皇冠一出來 反正整個level 是往上提升五百萬倍啊 大概就是 界王拳再加上超藍這樣 嗯嗯嗯 好這邊無緣故被poke了兩三下 那我這邊是沒什麼防裝的喔 所以被對方poke到的話 是非常非常痛的喔 而且 吸血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沒有吸很多啦 那上面有一個井 我們偷偷摸摸的 不要跟他講齁 不用跟他講齁 我直接一個 雖然這個閃大槍 閃大槍 這個閃彈是有一點兒 丟歪不過 沒關係 唉唷唉唷這邊這個位置 這邊這個位置 我們的提米來不及開大招 我就直接葛屁了喔 不過沒關係好不好 我們這邊直接黃罐丟出來了喔 已經接近滿裝啦兄弟 那我這一場呢 我的打野刀呢 是沒有去動他的喔 那我們最後呢 直接把他換成一個冰袍 增加自己的流人的能力 然後輸出空間 可以拉打 可以打出更更更更 更棒的拉打好不好 我們這邊就稍微在這裡 大家不要有意思 當機喔 我是純粹真的是在這裡等 在這裡等好不好 我會慢慢的慢慢 來了來了來了 獵物來了兄弟 獵物來了 兄弟們大家齊聚一堂喔 那這邊這個拉茲 基本上是直接死去阿 只要碰不到 碰不到我就直接死了 那這邊可以看到 泳在上路那井呢 在這邊我們繞過來 也可以繞個後排 這邊的話點一下 瑟斐斯可能看到我了 趕快再退一下 吃一點野怪吸一點血量 那這邊的話準備要再進行一波 這個塔呢先拿掉 那抓到瑟斐斯的位置 OK成功收頭 看到熊貓慢慢一步一步逼近 別啊兄弟 我直接一個近距離 砰 收掉了對方熊貓啊 而且這是六顆散彈牆 是砰砰砰砰砰砰砰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去收頭 好了那這邊的話 我們趕快再找個野怪補一下血 這血量真的有點掉太快了 但是你看我打一隻野怪 這個才補這麼一丁點而已 那熊貓呢是這整場比賽我們最害怕 還有當然還有瑟斐斯啊 這兩隻都是我們蠻害怕的兩個角色 因為他們切後盤能力實在是太強太恐怖了 有啊恐怖 對有啊恐怖啊你們知道嗎 這款帶子真的是很恐怖啊 那稍微分享一下我們今天 我今天呢剛看完一下那個 看了一下酒耶 不是酒耶 之前一直很想去看的黑豹 終於讓我在今天把他看到了 那看完黑豹之後我們就怎麼樣啊 好像得到心情藥草一樣啊 直接來開凱撒囉 那可以看到我站在這個位置呢 凱撒是完全對我呢 完全沒有任何的殺傷力 但是怎麼覺得他血量好像好慢啊 那麼莉莉安在那裡成功擊殺對手 之後我們趕快趕緊的趕緊的來幫他喔 別死啊兄弟 兄弟別死別死 血量還很多嘛 還是很多的嘛 那對方的 人呢是一一的都退到防禦塔內了 那如果他出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想死啊是不是 好我們在這裡等 等 等等 I'm waiting for you 好這邊冰線直接進塔之後 毫不囉嗦毫不客氣毫不留情啊 這絕對不用手下留情 腳下也不用留情啊 那這邊看到冰線稍微給他斷一下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看到熊貓在這裡 本來是想要去進攻這熊貓 但是我們隊友太Carry啦 完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不知道發生什麼代字喔 就這麼的 這麼的贏啊 好的那這場呢就是我發生的一個實戰解說 如果喜歡影片可以訂閱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 那也可以到我的IG去追蹤一下 那裡面呢都會PO一些 對日常 蠻日常的一個 的一個 生活照 好啦掰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